整个校园内空荡荡非常安静 从大门往内看几乎看不到什么人 宜兰头城的蓝阳技术学院 由于招生人数逐年减少 有的班级甚至一个班只剩一个人 将于111学年度停班 有五专部四年级的学生 在一年就要毕业 得知学校停班消息非常错愕 希望可以原校就读原校 每个同学的家长都一定是很奋力的 校友听到后觉得非常可惜 其实蓝阳技术学院在110学年度 就已经停招 董事会评估无法继续捐资后 把停班计划承报教育部 教育部也在5月23号同意停班 董事长刘时纯表示 其实从103学年起 学校收支就没有打平 这七年来董事会已经捐资4.7亿元 但营运状况还是没有好转 停班是不得不的选择 校方对于教职员和学生 都有妥善规划 教职员部分比照私立高中以上退场条例 发放最高六个月资遣费 学生部分会转到其他学校 董事会提供每位学生 一个学期15000元的助学金 到应届毕业为止 蓝阳技术学院预计在六月底 召开安置说明会 希望能让在校师生权益获得保障 记者林医生王一德已然报道 旺旺水神 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台 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 旺旺水神雾化器 哪里买呢 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 同时呢 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看哦 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 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L588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